乐科说电影 专注好电影 大家好 说乐科 理查德·朱维尔 男23岁 热心憨实 奋功守法 他立志成为一名警察 不过暂时还是仓库管理员 因为他身材臃肿 又和母亲一起同住 经常被同事奚落为另类 在中小企业管理局工作的时候 自由律师沃森愿意和理查德来往 这是因为理查德每次来发访办公用品时 都会及时给沃森带一些私离架 两人因此结缘 沃森是个疯狂的甜食爱好者 他十分感激理查德的血中送炭 护管的工作没干多久 理查德就决定辞职 他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为将来当警察做铺垫 最后一次和沃森告别 理查德依然送上了一根私离架 因为他注意到沃森快吃完了 沃森感慨良多 他相信这个细心热忱的年轻人一定会成为警察 接着他掏出一张钞票 希望能和他做一个交易 当然不是为了买理查德的私离架 而是要买他的一个承诺 等你当上警察后 不要变成一个混蛋 要知道一点点权力就可以把人变成魔鬼 理查德接过钞票 一言为定 不过直到1996年 整整过去了十年 理查德还是没有成为警察 他一直在保安之路上辗转徘徊 杯草鱿鱼是家常便饭 这大概是因为他太过固执刻板 这一次为了防止学生营救 他强行进宿舍收查 遭到了学生的投诉 校长非常生气 但理查德却提醒校长 使校长当初在开学典礼场发言说 不想在校园里看到任何违法乱纪的事 他不过是秉公办理 被一个保安挑毛病 校长老脸已黑 理查德再次卷铺盖走人 不久后 理查德在即将举办的亚特兰大奥运会 找到了一份安保工作 虽然只是负责在演唱会区域 看守一堆音像设备 但母亲还是鼓励他 这和执法人员没什么区别 他依然是一个敢于对抗坏人的好人 有了母亲的鼓励 理查德再次全力投入到工作之中 不过只是维护现场秩序 即便正是警察 也表现得很轻松 听听演唱会 发发牢骚 打发时间 应付差事 只有理查德保持着高度警惕 拿着临时工的薪水 干出了警长的态度 在他的扫事中 发现了一个可疑的长发男子 理查德快步跟上 正准备收查 男子打开背包 里面只是啤酒 理查德继续巡视四周 又发现一群学生正在砸酒瓶 他劝阻众人不要聚众闹事 不过因为他临时工的身份 众人不以为然 理查德叫来了正式警察 学生们轰然而散 学生们走后 理查德在长椅下 发现了一个背包 按照规定 遇到可疑包裹 应该立即上报 可警察们觉得 理查德有点小题大做 说不定这又是一包啤酒 但理查德依旧坚持上报 还要立即把周围隔离开来 他宁可被人当成疯子 也不想出一点差错 在理查德的一再坚持下 专业的排查人员来了 因为在一分钟前 警察局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 有人在演唱会装置了炸弹 根据理查德提供的位置 排查人员在包裹中 发现了三枚硕大无比的管状炸弹 为了避免恐慌 安保人员不能向群众说明情有 不明所以的群众不情不愿 导致疏散节奏十分缓慢 直到炸弹轰然爆炸 巨大的气浪 把周遭人群掀翻在地 这次爆炸 共造成了110人重伤 两人死亡 如果不是因为细心尽职的理查德 争取到的疏散时间 死伤更是难以估量 事后功劳重大的理查德 登上新闻 成为了全民英雄 面对电视台的采访 理查德表现得十分谦虚 他认为真正的英雄是 医护人员和消防员 他只是尽了自己的本职 在对的时间 对的地点 做了对的事 仅此而已 但FBI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他们可以调查的线索 非常少 爆炸后几乎找不到任何证据 只能开展常规调查 可如果用犯罪策写调查法 理查德就有重大嫌疑 因为这种调查方式 一般都是先假设嫌疑人有罪 而后再从嫌疑人身上 反推出犯罪的证据 之所以采取这种手段 是因为FBI接到了举报 举报人正是当初雇佣理查德 当保安的校长 校长认为 理查德形势极端 渴望博取关注 现在如愿变成了英雄 很有可能是自导之眼 这一举报 让FBI不得不联想到 类似的案件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有一起炸弹恐慌案 就是一个想要立功的警察 自导之眼的 只是炸弹没有爆炸 还有今年爱达河州的火灾 也是一个消防员 自己放的火 所以一心想成为警察 成为英雄的理查德 确实有一定的作案动机 案件负责人最终决定 先暗中调查理查德 如果发现罪犯 不是理查德 在暗中排除嫌疑 如此一来 人民英雄的生活 也不至于被影响 可这暗度成仓的计划 却被FBI探员 萧恩搞砸了 因为耐不住 期刊报记者 凯西的色诱 萧恩透露了FBI 暗中调查理查德的行动 而一心想搞大新闻的凯西 顾不上事实真相到底如何 只是约莫觉得 既然FBI暗中调查理查德 应该也是八九不离十了 他立马争分夺秒的 完成了撰文 这种猛料实在是太诱人 他必须要把握住机会 抢先首发 媒体人都懂得 博取流量的三大利器 金钱 暴力 以及信 但只是报道一个英雄 对于吃瓜群众来说 几乎是不疼不痒 可如果能把一个英雄垂成 罪犯就是英雄 添加一些暴力元素 这个瓜就会变得像 毒品一般诱人 这个新闻将会分分钟成为 十万家 百万家的包款 正如凯西所料 罪犯就是英雄 一经发布 当天就创下了 公司的新记录 凯西像是完成了 一件壮举 惬意的享受着 同事们的膜拜 丝毫不在意 这是一块血淋淋的 人血馒头 而此时的理查德 并没有意识到 这巨大的反转 他只是觉得门口的记者 比他成为英雄的那天 还多了好几倍 同时FBI已经上门 相依拍摄短片为由 请理查德去调查局一趟 他试图误骗理查德 签署一份放弃 米兰达权利的合同 这等同意在刑事诉讼中 犯罪嫌疑人主动放弃了 保持沉默和拒绝 回答的权利 只要理查德一签署 就是案板上的鱼肉 为了掩盖自己泄密的失职 肖恩必须把理查德定罪 当然FBI也是这个态度 毕竟媒体已经大肆宣传了 他们的调查 如果理查德无罪 FBI将会颜面扫地 不过 好在理查德为了成为警察 阅读过大量与法律相关的书籍 虽然憨厚老实 但那句很清楚 绝不能签署这份 丧失人权的合同 理查德决定打电话 给律师咨询 而他唯一认识的律师 便是沃森 饥饿如丑的沃森 接过电话 便把肖恩臭骂一顿 让他赶紧放人 他目前还无权扣押理查德 傍晚 沃森来到了理查德家 此时 他家已经被记者为的水泄不通 沃森问理查德 爆炸案他到底有没有参与 理查德诚恳地回答 绝对没有 沃森在理查德的眼睛里 依稀还能看到十年前 那般的纯粹 不过他也不能听信理查德的片面之词 沃森来到案发现场 他精确地计算了 从公共电话亭 到演唱会现场的时间距离 即使是奥运会冠军 也至少要跑六分钟 但从警方接到恐怖分子电话 到理查德上报可疑包裹 却仅仅只有一分钟 毫无疑问 理查德是被陷害了 而且这是重罪 入狱就等于死刑 他必须得帮帮理查德 这个倒霉蛋 不过在帮助理查德 洗脱罪名的过程中 沃森十分被动 因为理查德身上 有许多加固犯罪形象的经历 他曾经假扮过警察 虽然是维护正义 几乎好几年都没交过税 实在是因为没钱 可这些加固犯罪形象的举动 无疑都会把 本就出于被动的理查德 逼上绝路 与此同时 FBI正式上门取证也开始了 沃森提醒耿直热心的理查德 别乱讲话 保持沉默即可 不要再暴露出他那些 会加固犯罪形象的经历 可刚正不额的理查德 却积极地配合FBI寻找证据 甚至连老妈的内裤 都被FBI取走了 他还劝为受尽屈辱的母亲 要奉公守法 理解执法的难处 萧恩一见理查德这么好骗 又开始忽悠理查德录音 能够念一段案发当天 报警人的台词 萧恩解释 录制声音样本 是为了还理查德的清白 幸好沃森发现了这要命的举动 及时制止了理查德的自杀 虽然没有引诱成功 但萧恩还是鼓励理查德 你做得很好 咱们警察不为难警察骂 那种语气 就像是骗三岁小孩子一样 沃森被理查德搞得有点恼火 他骂道 别像个鞋垫一样 任由他们摆弄 他们在外面嘲笑你呢 一瞬间,沃森被理查德的话触动了灵魂 是的,他和理查德发生交集 是因为他的正直和憨厚 他的确不能要求让理查德变得精致利己 像泄密的探员和无良的记者一样狡诈阴险 正说着沃森的助手来了 他带来了一个消息 这栋房子已经被FBI监听 理查德傻眼了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一直被俸落至高的权威竟然会如此没有底线 晚上理查德做了一个噩梦 他梦见自己抱住了那颗炸弹 用血肉之躯保护了人们 他死了 或许只有这样 无知的民众和FBI才不会怀疑他的动机 然而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FBI在上次的搜查中又总结出了很多证据 而这些证据真是理查德自己透露的 理查德收藏了一堆枪 他们怀疑理查德有参与恐怖组织的嫌疑 可理查德只是喜欢打猎 他们找到了理查德儿子的玩伴 得知理查德小时候炸验鼠制作过土炸弹 警察觉得理查德掌握制作炸药的技能 与爆炸案件完全吻合 就连理查德和母亲同住 也被警察归类为反社会人格 似乎理查德一切不管正不正常的行为 都会被FBI过度解读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耻 理查德终于明白 FBI是真的要把他置于死地 实至如今 无论他是否会被定罪 母亲和他都成了爆炸案的 第113、114号受害者 他们每天都活在监控和舆论的谩骂里 夜不能寐、身心俱疲 在沃森的引导下 理查德开始了主动反击 他没有接受FBI的测谎 而是自己找了机构测试 而且以最高分通过了测谎测试 而另一边 FBI折腾了这么久都只是推测 他们并没有找到 可以直接将理查德定罪的证据 没办法 他们只能寄托于讯问 沃森鼓励理理查德 要敢于拒绝和质疑 他们只是三个为政府工作的混蛋 讯问开始 萧恩仍然步步紧逼 希望理查德会顶不住心理压力 露出什么他意想的蛛丝马迹 当然 最好就是直接承认自己有罪 理查德终于忍无可忍 他实在无法接受 这帮四位素餐的人 明明没有证据指控他 却依旧要死死咬住他的丑恶嘴脸 理查德开始反击 如果还要我回答问题 我必须先把这些话说了 我走进来 看到你们窗户上的原型图案 我曾经以为联邦执法部门 是一个人渴求的最高使命了吧 但我不确定 我现在还是否这么想 特别是这一切发生之后 那天晚上我只是尽了职责 也因此让一些人幸免于难 你觉得下次安保人员 再看到可疑包裹时 他还敢伤包吗 我觉得不会 因为他们会看着包裹 然后想 我可不想成为下一个 理查德诸威尔 你们可以继续咬着我不放 做你们现在做的 我能忍受 但我知道 你们在我身上浪费的每一秒 本可以花在寻找真正的凶手上 就像沃森说的 要是他 要是他又作案了 怎么办 看着理查德从余信到怀疑 再到反抗的蛻变 沃森眼里满是欣慰 历经88天的调查后 由于证据不足 理查德的犯罪嫌疑被排除了 而历经这88天的调查后 此时理查德的身边除了沃森 再也没有什么记者和吃瓜群众的围观了 有谁还会在意 理查德是否洗刷了冤屈呢 所有人都在朝着新鲜的猎气点 禅闲而去 而重获清白的理查德 也没有多么欣喜 萧恩离开后 理查德警惕地问沃森 这是代表真的结束了 还是他们的新手段 沃森的眼光有些凝重 他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悲哀 理查德 朱维尔 这个曾经坚信正义的使者 现在竟然也开始怀疑 司法的可信度 沃森调整情绪 郑重地告诉理查德 真的结束了 这一刻 三百斤的理查德哭得像个孩子 不过六年后 理查德依然选择成为了一名 维护正义的警察 多年来 他和沃森一直保持着联系 这个天 沃森来到警局告诉理查德 当年爆炸案的罪犯抓到了 理查德圆呼呼的脸上 微微一颤 没有说什么 沃森看着理查德的眼眸 沉浸纯粹 依旧如初 《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是克林特·伊斯特务德之道2019年上映的作品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原型就是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爆炸案中发现炸弹装置的保安 《理查德·朱维尔》 不同于电影里的结局 现实中的理查德虽然没有被判刑 但却遭到了媒体审判 生活陷入窘境 最终死于心脏衰竭 享年44岁 理查德·朱维尔的遭遇 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悲剧 他时刻在提醒着我们 切莫跟随他人 推波助澜 人们热衷于制造英雄 但更热衷于把英雄踩在脚下 近些年来 伊斯特务德很喜欢拍《平民》中的英雄 或者说去发现普通人身上的英雄特征 理查德·朱维尔就是这样一个 带着自己执念的普通人 这样的人憨厚真诚 耿直无邪 有时候我们甚至会为他们感到生气 觉得他们就是认识利尔 不懂变故 但其实他们不是不懂 而是不想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曾有一个 理查德·朱维尔 坚信正义和良善 拥有梦想和底线 但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 或许是在被冤枉 被打压 被伤害之后 也或许是听到了一些 被冤枉 被打压 被伤害的故事后 好人被冤枉成坏人 是一个社会变坏的开始 当一个普通人不敢再当好人时 那就是整个社会的哀歌 我很喜欢电影《最后的画面》 因为那是导演给所有 坚守之人的赞誉 我相信 这世界上还有一些 平凡的英雄 在默默地坚守着 他们知是故却不愿是故 利元华却不屑元华 懂人性却保有天真 惊险恶却人性公义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记得 关注点赞加评论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第二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转发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